大家好我是黃建文醫師 大家之前可能常看到我自己一個人拍影片 所以今天我找Tammy一起來跟我一起 我們有一點互動的方式跟大家聊聊 哈囉大家好我是Tammy 新聞前一陣子就有提到說 年輕人得到新冠肺炎之後 通常一般都是輕症 可是有提到說有一位藝人叫做陳琳九的 他只有34歲 但是他得到肺炎之後 他很嚴重耶還送醫院治療 因為他有睡眠呼吸中止症這個症狀 那是為什麼會這麼嚴重呢 剛剛提到這個睡眠呼吸中止症 我這邊就跟大家稍微說明一下 其實我們晚上在睡覺的時候 我們人是全身很放鬆的狀態 只有一個地方的肌肉是不能放鬆的 就是我們的呼吸道 咽喉這個附近的肌肉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圖 我們晚上在睡覺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仰躺的姿勢 然後或者是側躺的姿勢 那睡覺的時候如果是仰躺的時候 氣流會從我們的鼻腔到我們的咽喉 一直到我們的肺部去 所以咽喉附近的管道 其實是要非常暢通的狀態 我們就能正常的呼吸 可是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病人 他在睡覺的時候 他軟餓附近的血液循環 其實是非常不好的 所以在睡覺的時候 這個軟餓會因為重力的關係 他要比較沒有力氣 會往下掉 所以導致我們的咽喉附近的呼吸道 他是比較狹窄的 導致睡眠的品質不好 長久下來其實會造成我們的免疫力下降 這種傳染病甚至是近期大家比較關心的新冠疫情 得到重症的機會 會是一般人的三倍以上 那建委醫師我們這個睡眠呼吸中止症 要怎麼治療呢 目前比較主流的一個治療方式 是用我們的連續鎮壓呼吸器 就是晚上睡覺的時候會帶上一個面罩 那有一台機器會連續產生一個鎮壓 幫助我們的呼吸道是暢通的狀態 那比較侵入性的治療方式就是開刀的方式 把一些造成阻塞的地方稍微把它處理一下 基本上很多人會比較卻步一些 是啊開刀很可怕 那有沒有沒有開刀的方式 其實是有的喔 我們的相應神經調節療法 其實它就是一個不用開刀 也是非侵入性 沒有藥物附作人的一種治療方式 睡眠呼吸中止 其實是因為咽喉的血液循環不好 導致這邊的肌肉沒有力氣 相應神經調節療法 就是會調節我們身體的自律神經 改善我們身體的血液循環 特別是咽喉這邊的肌肉 所以當我們在睡覺的時候 那個軟餓 它是很有力氣可以撐住的時候 不會掉下來擋到我們的呼吸道 睡眠呼吸中止的狀況其實就會慢慢減少 那我們要怎麼樣才會知道說 我們自己會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的問題 其實最精確的檢測方式 就是做一個睡眠檢測 到我們的醫院或者是診所 使用儀器來做一個檢查 假設還不想要做到這一步的話 其實可以在家稍微觀察一下 比如說家人有一起睡覺的話 有聽到先生啊太太或者是兄弟姐妹 有打呼的聲音 或者是你覺得早上起床的時候 好像覺得非常口乾舌燥 可能整個晚上都是用嘴巴在呼吸 另外有些人好像覺得說 我睡了整個晚上 為什麼好像白天的精神還是沒有那麼好 專注力很差 甚至記憶力有點衰退的現象 晚上可能會很容易一直爬起來上廁所 或者是有些人有一些身形比較肥胖的問題 甚至導致我們的脖子這邊是比較粗的狀態 其實可以從這幾個小地方稍微觀察一下 建文醫師請問一下 那我們應該平常要怎麼預防跟保養呢 其實會建議說還是要維持一個比較理想的體重 那飲食上還是要稍微注意到均衡 可以運動的話當然就多運動啊 睡覺的時候其實可以嘗試看看用撤睡的方式 其實往右撤睡我們對我們心臟的壓力會比較小一點 那如果有喝酒的習慣人啊 其實能少喝當然就盡量少喝啦 安眠的部分盡量能少吃也是少吃 如果可以保持這樣的良好的生活習慣 對我們的打呼啊或者是睡眠呼吸中止 會發症的機率其實就會大幅下降了 那針對睡眠呼吸中止症的這個問題 那有什麼建議或是改善的方式呢 其實我們有一招小腿肚按摩法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來試試看 血液循環到底好不好 其實從人體的末梢來看是最準確的 甚至也有人說我們的心臟好不好 看小腿就知道 因為我們白天的時間啊 長期久坐或久站 導致我們的末梢的血液循環啊 是比較不好的 所以晚上在睡覺平躺的時候啊 那個血液循環開始回流 進而刺激我們的呼吸道 造成我們的睡眠呼吸中止 所以影響睡眠的品質 好的 我們現在都已經換上了 娜菲爾的居家保健衣 這件衣服它的材質喔 穿起來很舒適 而且彈性非常好 非常適合做一些瑜伽 還有一些生長的運動 那它還有其他的功效喔 那拉菲爾的WISE BALANCE 制平衡保健衣 其實是用客製化的方式製作 裡面會有一些生物的能量貼片 這生物能量貼片啊 可以持續調整我們的自律神經 改善生理機能啊 以及提升我們的免疫力 特別在新冠疫情 需要免疫力的時期啊 其實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居家保健衣啊 只要每天穿著兩個小時 早上穿啊晚上穿啊 其實都沒有問題 好那再來我們就來示範一下 我們這個小腿肚按摩法囉 好我們先以左腳為例好了 這個方向性啊我們是從由下而上 那我們可以使用我們的大拇指 因為大拇指是比較有力氣的 從腳踝的地方啊開始慢慢的稍微按摩 可以用畫圈的方式 力道啊是要由淺而升 慢慢的加升這個重量 那按個幾圈之後 我們就慢慢往上慢慢往上 所以高度可以慢慢提升 從腳踝的部分啊 慢慢按到我們的小腿肚的位置 那最後會到達我們大概膝蓋後方的這個位置 好那我們內側就這樣完成了 那內側按完之後 我們就來再來按按看我們的外側 一樣從腳踝的位置開始 以畫圈的方式 由淺而升的力道慢慢往上按 好一樣按到小腿肚啊 最後到我們膝蓋後方的位置 早上晚上按都沒有關係 想到可以稍微按一下 特別在睡前 稍微把這個下肢的循環 可以做一個改善 太棒了 那我們現在目前左腳的部分已經按完了 我們再來按一下我們另外一隻腳的部分 好的 我們同樣從內側開始 同樣從腳踝的位置 那這樣暗暗有沒有什麼感覺 我覺得暗暗覺得有點痠欸 有痠痛的狀況 對啊 因為其實我們這段時間啊 新冠疫情大家都被關在家裡 很多人甚至連上班都是居家上班 所以其實這種久坐啊 活對量大減的狀況下 導致我們整個下肢的血液循環 其實都是非常不好 難怪每天都覺得腳很脹 沒有沒錯沒錯 那變成說這樣的狀況啊 其實在睡覺的時候平躺 那個時候血液循環才會回流 到我們的上半身去 所以會變成說我們目前的睡眠的品質啊 甚至睡眠呼吸中止的狀況 就會被影響到 所以平常在睡前啊 或者是晚上傍晚飯後啊 其實可以稍微散個步走一走 跑步機啊 或者是比較空空的戶外稍微走一下 那或者是用我們這個小腿肚的按摩法 其實也可以幫助睡眠 跟我們的呼吸順長這樣子 建文醫師 那我們每天這樣按摩 大概要按摩多久呢 照我們剛剛這樣子左右腳都按完之後 我們算一個循環 就一天做三個循環就可以了 那我們在按的時候啊 這個深顯的力道啊 以及每一個位置要按的時間 自己稍微斟酌一下 選擇一個比較舒服的方式就可以了 好的 所以照顧好小腿肚呢 就可以改善我們下半身的循環 所以大家每天呢 趁著閒暇之餘 記得每天就做這個小腿肚按摩法 那再搭配我們 拉菲爾居家保鮮衣 效果也會更加成哦 好那今天非常謝謝 建文醫師教我們小腿肚按摩法 大家下次見囉 拜拜 謝謝